今天继续说中共党的曾经的最高领导人 今天说向中发 向中发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 唯一一个当了叛徒的人 在党史上向中发留下的资料不多 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工作 我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刘少奇的前三十年 在这个阶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我基本都看过 都是那种用潦草的笔记记录在单篇的纸上 出现的比较多的名次 就是向中发 在我的记忆里 当然是读史料得到印象了 向中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工人 据说他为了借嫖 自己剁下了一个手指头 表示自己的决心 当然这个决心也没有实现了 这件事情既说明了他的毛病 也说明了他的决绝 这符合底层产业工人的性格特征 其实这个毛病没有因为剁掉一个手指头而彻底改变 他的最后被捕 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组织的吩咐 硬去要找情妇过夜才造成的后果 信仰他也是不坚定的 他叛变的很快 中共得到他叛变的消息也很快 向中发9点中被捕 中央12点就被通知到了 这个效率只可能是法租界巡捕房传出来的情报 才可能这么快 其实中共在法租界的巡捕房里 是有一个地下党支部的 而且最少其中一个党员在里面担任了翻译这一个核心的工作 这一点的秘密程度之高 甚至作为特科最高领导的顾顺章都不知道 只有周恩来和他手下负责这条线的人 知道有这个党支部 这个巡捕房的中共群体有陈立年 陈鹏年 王范等不少人 那时候在上海的中共特科力量是很强大的 著名的陈庚大将也是特科的成员 还有我们的陈云同志 有文献指出 向中发在法租界巡捕房里 见到包探长陈连魁时就跪下来说 请你帮忙 陈说你不是向中发吧 向中发说我是向中发 陈说我看你不像某党的头子 你们那些某党被抓来的时 常把我们骂的狗血淋头 多么英雄气概 哪像你这样熊 陈又问补向中发的人说 你们补错了人吧 特务们说没有补错 是他 向中发被押到巡捕房 还没有等问讯 他就叛变了 他向敌人求饶说 你们不要问 我什么都说 他首先供出了陈从英和杨秀珍的住所 告诉对方 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龙子 致使陈从英和杨秀珍当天下午一起被捕 任毕石夫人陈从英个子很矮 所以被说成是那个挫子 向中发带着人去抓陈从英的时候 还喊了一句 他是任毕石的老婆 当时有法国人有翻译 但是奇怪的是 当时的翻译 基本上翻译了向中发所有的话 唯独漏过了这句 因为他有浓重的湖北口音 江浙一带的特务 也没大听清楚 但这句话被陈从英记录了下来 他不明白 为什么当时法国人会拿他当农妇 而没有继续往下追击这件事情 刚才说到一个翻译可能是中共 是不是这个翻译呢 就是不得而知了 向中发虽然是个工人 但他还是读了五年小学 在那个时候 读了五年小学就算知识分子了 因为家境贫寒 向中发十四岁就去大企业 汉阳兵工厂当了学徒 以后的经历颇为复杂 他当过用人 当过水手 当过轮船的大富 丰富的阅历 成就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加上他十字 为人仗义 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堆里 一定是鹤立鸡群的 因为他被捕不光彩 又有判变的嫌疑 所以在后来的党史资料里 都把他说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 无用傀儡 其实我看有点过于贬低他 因为这不能解释 为什么他在1921年就成为有着上千名会员的 汉野皮工会的副委员长 共产党的章程规定了是无产阶级政党 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马克思的预期 所以优秀的工人就成了凤毛麟角 向中发的脱颖而出 和他的工人身份非常有关 向中发的突然得势 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号的一纸电令 这个电令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 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 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 种种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 改造中共中央 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 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 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 还能有谁呢 那时候只有三个人 就是苏兆正向中发还有王和波 顺便说一下这三个名字 在当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上经常出现 于是在二十几天后召开的八期会议上 他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 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的2月向中发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机会 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这下他进入了苏联老大哥的视线 尤其他还和苏联代表团的斯大林 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草案并且获得了大会的通过 他的水平怎么能去起草这个东西呢 显然是一个牌位 这相当于在他本来就闪光的身上又涂了一层金 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举行的 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向中发的一部登天的会议并不为过 不过向中发事先并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轻易的一部登天 还是在1928年的6月15日 就是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 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着急的政治谈话会上 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 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签的话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刚刚离开幼稚园的年龄 要有保姆呵护 这个保姆就是共产国际 其实就是苏联共产党 保姆是怎么安排这个会的呢 关于六大代表 共产国际审定了84人 其中工农分子占50个人 知识分子只有34个人 甚至连温文尔雅的周恩来 后来都有些愤愤不平 他把这次会议的安排说成是其中暴徒一大堆 而关于向中发的位置 在6月17日下午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已经出路端倪了 根据这个日程安排 向中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 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 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中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 但是在会议上向中发成了万金油 哪都能用得上 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 苏维埃运动委员会 妇女委员会 财政审查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 可谓显赫一时 于是到了7月10号 就是大会闭幕的前一天 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 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 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名单 在这个36个人的名单上 工人就占了22个 而且向中发的名字 第一次被排到了第一名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 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的推举向中发 担任会议主席 紧接着向中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加上他是唯一的一个叛变的 他身上的唯一还是很多呀 从陈独秀、曲秋白这两个大知识分子 当党的最高领袖 这个担子再转到向中发这个工人的肩上 落差还是蛮大的 虽然向中发的能力难以领导全党的发展 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做成了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当时看着不大 但是影响是深远的 例如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 向中发的这一提议 很明显是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 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们常说毛主席毛主席 毛主席的称谓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档案材料 保存的不是很完整 向中发虽然当了差不多三年的中共最高领袖 但是还是很少有资料留下来 甚至关于他被捕后是不是叛变了 也还没有定论 而且他也没留下什么照片 现在仅存的一张照片已经是很模糊了 好在我这个节目呢 不是探究人物的历史 而是希望从历史中探究道理 关于向中发的历史 可以再去探讨 我在这里试着说一个道理 从历史上看 党的领导人是在斗争中才能见分晓的 事先确定的标签是没有用的 不管是向中发身上的无产阶级标签 还是陈都秀身上的党的创始人和大知识分子的标签 都是形式 本质的是需要在实际斗争中能够被同志们幸福 而被幸福的主要因素是带领着同志们节节胜利 标签没有用 产生的方式也仅仅是个参考 无论是领导指定的还是选举产生的 如果不是在实际斗争中展现自己的才华 也不能被认可 在能不能胜任这一点上 战争年代的标准和和平年代的标准 所有不同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一个机构在草创期领导人更难当一点 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更换的比较快 几年一个 有的也许民意上不是 实际上是党的领导人 我认为有一个试错的过程 当时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背景 他们不在第一线 而又是有资格来指手画脚的 更增加了试错的几率 屡屡失败以后才有总结的条件 共产党长征到了遵义 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 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而毛泽东身上的标签 恰恰不是最闪光的 他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 是带有农民色彩的小资产阶级 然而实践证明 他确实最适合当领袖 因为中共在他的领导下 开始所向披靡 当然他也有很多的不足 很多的错误 这不在这里说 在这个意义上说 向中发的运气很糟糕 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登上了一个错误的位置 因此有了悲剧的结局 在中共向上攀登的梯子上 他或许只是一级台阶 一级梯子而已 可是即便是毛泽东 也不可能一步就登上顶峰 所以每个阶段的领袖 只能完成每个阶段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解读历史的时候 往往会把在某一台阶上 跌倒的人更深的踩在泥里 似乎他们只配做 泥里被踩的一块石头 其实不对 包括向中发 他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在北伐战争中 向中发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 在发动工人方面功劳卓著 在短短27天内 武汉三镇的工会组织 从最初的13个 发展到了270个之多 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几十万 而当向中发被定性为叛徒后 这些功绩基本上都不提了 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猥琐的 无能的判变了的向中发的形象 这并不公平 把它说成是昙花一现 也许更准确 如果历史人物也是要用胭脂来装扮的话 那么假如有是一定量的胭脂 向中发支流 说支流 是说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上的失败者 他们是不配用的 那么就全部用在胜利者的脸上 我说的是胭脂 不管本来是不是这样的漂亮 反正是要打扮出一个最美的面孔来 根本顾不上是不是真实 朱德的扁丹变成林彪的扁丹 这样的故事 还是在不断的演绎 要是有一场大雨 冲掉了胭脂的话 围观的人是会不习惯的 而这种大雨是经常出现的 这种大雨是经常出现的